這裡是哪個地方? 客人 這次我們打算玩北九州 第一站從浦岡縣來到長崎縣的好斯登堡 嗨 想要去搭這個豪斯登堡列車 我們要上車嗎? 媽 第一天我們現在福岡買了三天版本的JR Pass券 從博多車站搭特輯列車前往豪斯登堡囉 車程大約是兩個小時左右 豪斯登堡位於長崎縣佐世保市 門票一個人是日幣7000元 如果先在網路上買會更便宜 一出車站就會看見充滿歐洲氣息的建築物 因為位在海灣的關係 風吹過來相當寒冷 當天的體感溫度大約只有一度吧 光看我們身上的服裝就知道了 冬天來的話建議可以用洋蔥式的穿帛喔 這裡重現17世紀歐洲荷蘭小鎮的風光 來到荷斯登堡最著名的就是 郁靜香 運河 風車 郁靜香的季節通常是2到4月 但因為來這裡的時候是1月份 所以花季主打的是蝴蝶藍 各種顏色都有真的超漂亮 風車加上運河遊船 還有歐式的建築物 簡直就像在歐洲一樣 豪斯登堡戰地非常大 比東京迪士尼要大上一倍 總共分成9大王國主題區 也有各種遊樂設施可以玩 VR主題樂園 美食區 商店街 飯店 這裡大到可以待上一整天 其中最想玩的無人島打恐龍遊戲 需要特別做運河遊船過去 但因為這裡的腹地真的太大了 光是拍照就拍了幾百張 之後下次有機會再去打恐龍了 除了遊樂設施之外呢 這裡還有很多餐廳可以選擇 像是起司火鍋 左吃堡漢堡 長崎牆包麵 法國菜 懷石料理 獨耳其飯 有超多美食可以慢慢選擇 這裡真的太像阿姆斯特丹了 光是在這裡面散步都覺得很美 接著來到了雨傘街 這是用七百把雨傘做出來的漂亮拱廊 是整個園區的打卡熱點喔 還有很有特色的蛇門 到了晚上呢 有光之王國 光之瀑布 還有一些美食市集 燈泡更使用了1300萬顆 夜晚的豪斯登堡 真的美得很浪漫 好斯登堡很適合大小朋友來這裡散步遊玩 喜歡歐洲建築物的朋友們也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就下一集 長崎以及熊本見囉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